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时光倒流很多年之前 因为我记得真的有几十年 当我们每一次去看《欣语之声》的电视节目 就播这首主题歌 如果听众朋友听过这首歌 都会证明你是欣语的老朋友 很多年了 但我亦都这么说 无论你听过还是没听过 我们都很开心 大家一起来到今天在这个节目里 来到听很多不同的嘉宾 去回响对我们的制作 我们这个节目给我们一些鼓励 今天就是我们《欣语之声》 一年一度的筹款节目 是欣语的三十五周年筹款特輯 《欣语之声》的网址就是sobem.org 或者你们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也是极之欢迎的 没错了 除了我们真的在经济上 真的需要大家支持 其实祷告也很重要 我想祈祷比经济更重要 是成为我们每一个同工 在《欣语之声》里面 去服侍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 看回过去的历史 在我入欣语 都已经二十多年了 由義工开始 神没有缺乏过在欣语里面 所供应我们的 透过欣语的事工 能够将很大的祝福 是祝福了很多的群众 没错 真是透过祷告 真是可以改变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们今天虽然是筹款的一个特辑 但其实你们的祷告的参与 都是极之的重要的 我们今年有一些很特别的礼物 就送给大家 或者就听一听 由我们的割展能传道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 我们送出的礼物是怎样的送出呢 好的 我们一起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 去年《欣语之声》 我们推出了一个 一滴欣语的奉献运动 就是以480元为一滴的欣语 去鼓励大家支持我们的事工发展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收到五百多滴的欣语 我们非常多谢大家的参与 但我们这个活动 到年底就告一段落 所以希望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 帮助欣语达到一千滴的目标 我们充深多谢你的支持 凡是参与一滴欣语计划的 我们就会送给你一套 与你相遇的智慧故事系列 各位听众朋友 无论你奉献多少金额 我们都是十分十分之感谢你们的 是的 因为我们很相信 今天我们做的工作 神是在我们的背后为我们策划 所以我们很感谢大家 在奉献上的支持 多少金额都不重要 还要是我们的心来参与 多谢你们 阿May 你记不记得有一位董事 我们是欣语之星 由欣语的开始到现在 他都一直支持欣语之星的工作 是的 三十五年了 他就是冯子葵博士 不如我们听听他如何参与我们 这个机构的感受 好 欣语之星我的参与已经有三十五年了 就是说第一天开始我已经开始参与了 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是几个人做的 不是很久 就有很多的义工一起做 当时我们全部都是义工来的 1987年的时候 我们有半个小时的电台节目 之后我们到1989年的时候 我们有电视节目 当时的电视节目也是很简单的 到1996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摄制队 就去美洲的温哥华 西雅图 三万市的 我们去访问不同的人 就叫做个人见证 由那时候开始 很多的观众 甚至的听众 就对欣语就很有passion 很有感情 因为为什么呢 那些见证真的可以感动到别人的 到现在这个目色更加来到深入闻深了 我记得当时的时候 我都在一月之星 就除了制作之外 就什么都做过了 很感恩 神呢 是不断在不同的时间 都比我们刚刚救 当初那时候 我们的价钱 就是一万人一年左右 那我们全部都是义工的 当时就有很大的挑战 你作为义工 你要奉献 那就透透了一千元左右 就够应付日常的开支了 因语之星呢 那个影响呢 我听到很多人说 是听完之后 那些人看完之后 是有感动的 有一位年轻人吸毒的 他妈妈呢 就很辛苦的做餐馆的 那有一天呢 我们曾经的时间重播 是凌晨不知几点的 那他看到之后 看到有一个 一个吸毒 黑泪了这个全代的牧师呢 他就特地来到 和恩怡联络 那这个例子呢 使得他不止 他来到解了毒 还能帮了很多人 这个真是 我们恩怡之星 所有的同工都很感动的 在恩怡之星的侍奉的时候 我时常都有 三个的很大的梦想 第一个梦想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梦想就是能够将这个节目 去到全世界每个地方 第二个梦想就是 我们的财政能够欢愉 不用受到财政的限制 是局限到 我们的全福音的范围 还有呢 我们有足够的资源的时候呢 亦都给中间来到 侍奉我弟兄姊妹呢 有一个不需要挂累 经济上的问题 第三个梦想 就是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是大家一起来到工作的时候 能够互相的和谐 合作 生活方面呢 来到见证神的存在 见证神给我们的荣耀 当年1987年的时候呢 大概是一万银一年左右 那现在就是一百八十多万 神都很大力的恩典 给我们呢 都是时时都能够应付到 这个日常的开支 那你们的奉献 我相信呢 是我一样 来到帮助我们的全福音 恩义之声呢 其实呢 是很多很多义工的 所以呢 恩义之声 不仅是几个全职同工 或者是董事做的 其实是很多人在一起的 很多人在一起的 很多人在一起的 你的奉献也都一样 亦都在参与完整的时候 使得世界不同的地方 的人呢 得到福音的好处 支持恩义之声 请打电话 416-321-9288 或1-800-352-0053 和我们联络吧 恩义这么多年来呢 都只是第一位的女董事 她就是王玉芳 她在当中呢 都分享一下 其实她在过去的日子 参与恩义董事的工作 隔了十年 她又回到我们当中 我们来听一下 Jackine她自己 个人的心路历程 好啊 其实在90年代 我已经开始认识恩义 那时只是在经济上的支持 但是呢 到了1998年9月 当我小孩都入幼稚园的时候 我有时间能够侍奉 她就很奇妙的 她引领了我去到恩义之声 是做一个Volunteer的工作 两三个月之后 她们的总干事 那个时候 陈牧师 就邀请我去帮恩义 是开始一个 相互幕后人的筹款的计划 我在祈祷当中 神都说 要透过这个计划 去训练我 叫我能够谦卑地 向弟兄姊妹 去筹款为恩义 然后到2000年 董事会就邀请我 加入恩义之声的计划 一直是做了十年的时间 在十年之后 神是很奇妙 祂叫我摆下恩义的事工 我当时不知道 神有什么前路 要我去做 但是我只有信服 我摆下了 但是一直以来 心都是在恩义里面 因为这是一个 我记挂的事工 透过传媒 透过电台 电视 能够将福音 传到每亿个人的家庭当中 这个是最有效率 而且是最迅速 最快的途径 甚至到今天的世界 透过网络 我们只有你有手机 有WiFi的地方 你就和恩义一起 恩义也陪伴你 透过三年的 疫情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 你现在在什么 光景里 你是否在无奈 痛苦 困难 或者疾病当中 只要你有手机 和有WiFi 恩义就陪伴你 而且让你知道 你不是独一 去面对这些困难 在世界各地的地方 有很多 他们都是面对 不同的困难 他们都是靠着 主耶稣基督的帮助 和祂的爱 去走出 一日的挣扎 是因为我的身体 有问题的缘故 我离开了恩义的事工十年 但我心一直都在恩义里面 所以当去年 是经过十年 抗野的时间 真是我面临生命 是很痛苦很痛苦 在那段期间 我更加体会到 真是生命不是必然的 当你的健康 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这些都变成虚空 你没有办法享用到 唯有是你找着主耶稣 那个才是你最大的祝福 所以当去年四月底 天父奇迹的 真是医治了我 我就立刻想想 我要真是一次再回到恩义 是和他们继续走这个前面的路 因为在恩义35年的光景里面 我们是面对种种不同的困难 不同的光景 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 因为在我们背后 有很多主里面的弟兄姊妹 都是经常为我们祷告 亦在各方面 在财政方面 都是支持我们的 所以真是今天 我是一次能够再回到 那个坡里面 是成为他们一个分子 这个是天父给我一个 莫大的福分 好叫我真是余生 能够所做的 都不是职财于地上 而是职财于天 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 和我们的朋友 我们都是很希望 你能够和恩义一起 透过我们每一个节目 每一个讲报 每一个嘉宾的分享 我们能够去到世界各地 去尋找这些失丧的灵魂 去回报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生命里面 真是似百似给我们的恩典 都很诚意邀请你们 和我们一起出发 去到世界各地 每一个角落 去全阳主的爱 衷心的感谢你们支持 你们的代讨 多谢 是的 其实黄玉芳 Jack Lynn董事 在这十年里面 究竟在她的人生 经历了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听一下 好的 在2011年 那一年呢 就开始更年期 那和那一年呢 就医生说 我感染到我有糖尿病 那加上了 晚上 人家那些妇女很多 晚上她们就会 有些好像叫做热潮 就是很热 然后出汗 但是我呢 就会觉得全身冰冷 24小时是冰冷的 但是晚上出汗呢 出到呢 游完水 整个人是湿透的 是根本是睡不到觉的 我家庭和医生和我说 你睡不到觉啊 那要不我开安眠药你吃吧 那吃了一粒之后呢 就是蒙蒙隆隆地 睡大概两个钟 或者两个多钟 就是那十年可以说 我是在抗野里面 在我的生命里呢 吃了那些安眠药呢 她说的 她的副作用呢 是去到 是片刻的失益的 有一个这么大的问题 其实个人是 瘋得很紧要的 我已经是 真是每一晚都吃了七年 是不是这样继续吃下去呢 那就真是很感谢神 虽然那时候我不觉得 她与我同在 但其实她是与我同在 我是在一八年夏天 是quit了安眠药 就是出汗的情形是没有改善到 一直是这样 继续是出得这么紧要的 那就是其实 虽然是没有吃安眠药 但是有一个这么大的issue 我余生都是这样的 真是不知道 连医生都不知道 我在去年二一年四月 突然有一天 睡醒觉 身是干的 这么奇怪 干的 是不是我昨天起床换了衣服 我不记得了呢 不是啊 我昨天好像没有起过身 但是没有过身 是干的 哇 我想想 终于十年 好像被水浸着的生涯 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那一刻 真是 开心得不得了 我就知道 在果撒那 不只是没有了那些夜汗的问题 是觉得 其实神一直都没有离弃我 祂一直都在这里 祂在最黑暗的地方 祂就真是奇迹的 医治了我 在我生命中 我走过这个深渊 我自己很深深领回到 在生命里面 人是最紧要 在每一刻都在找神 恩与之星 需要你的支持 你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请打电话 416-321-9288 或 1800-352-0053 也可以上网 三个W.sobem.org 和我们联络 接着来 我们听两位牧师的分享 第一个就是谭品纳牧师 就是我们以前的总教授 另外一位 都是一位 在华人圈子里面 都是很多人认识的 杨庆求牧师博士 杨牧师 其实在过去的一两年 都和我们讲过 一些专题的讯息 是十分好的 先听谭品纳牧师和我们分享 接着 杨庆求牧师 给我们的鼓励 一位之声 不经不觉 已经和大家相处了三十五年了 这三十年里面 实在多谢大家 你们的收听 收看 和全阳出去 其实一位之声 特别对我们加拿大人来说 是最亲切的 因为我们发扬于 在加拿大当多的地方 但是有全阳到全世界 特别有很多移民的国家 如果我问大家 一位之声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相信你用一个字 就是真字 没错 我们三十年里面 都是用真人 真实的故事 来说给你听 圣经的神 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盼望来今的日子 更加将这个 又真又活的真理 继续传扬开去 希望你能够 继续支持我们 让我们继续走下去 传扬这个 又真又活的福音 让更多人 来到蒙耶稣基督的恩典 各位听众 我是杨庆求牧师 我很有幸能够在《恩允之声》 三十五周年 来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过去从《恩允之声》 我看到 节目制作人的用心 内容丰富 并且听到的听众朋友 都得到很多益处 在我自己的生命过程里面 无论是传媒 例如电台 报纸 《恩允之声》 其实是影响着我们很紧要 《恩允之声》很积极 领受主的福气 明白人生的意义 祝愿《恩允之声》和路人 在未来的日子 更加能够服侍 这个社区被上帝大大的使用 《恩允之声》 《恩允之声》需要你的支持 你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请上网 3w.sobem.org 和我们联络 南非你在《恩允之声》的工作时间 比我更长 特别在电台部 今次我们又有两位 昔日的《恩允之声》 和我们分享 两位 是啊 这两位姐妹 她们早期都参与我们电台主持这个行列 她分别是刘洛儿 Cindy 和曹展怡 Gin 我们听听她们两位 以前她们为什么会参与我们电台的工作 我们一起听 好啊 你好 我是Cindy 刘洛儿 好久没有在《恩允之声》这个节目 和大家见面 愿来平安 当《恩允之声》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在电台和电视节目中和大家见面 我们可以借着不同的传播媒介 将神的救恩和平福音 带到世界上不同的角落 叫更多人认识耶和和 神的爱可以改变人的心 叫失望的变为有盼望 破碎家庭可以得以重整变得更幸福 最重要的是 认识耶稣的人 可以得着永生的盼望 所以 无论是幕前还是幕后 金钱还是祈祷 我都会支持《恩允之声》 使得更多人得着耶稣 希望 来到一样支持《恩允之声》 愿神赐福 大家好 我是曹展怡 在1995年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父母 都是《恩允之声》的电话热线当移工 我对于每个星期 在三机上听到的《恩允之声》 福音广播节目 都很有兴趣 于是我就透过我父母 接触到《恩允之声》 开始在电台节目 帮忙做节目主持 一做就做了十多年 一份的移工工作 可以做了这么长时间 除了是因为有很大的兴趣之外 亦都是因为工作很有意义 以及有一班很好的团队 一起同心侍逢 透过大气电波 将很多基督徒的生命见证传送出去 除了被安坐在家中 又或者是开车 听收音机的朋友可以听到之外 节目更是在互联网上 广泛地传送到世界各地 当中的生命故事 不单只可以帮助未信主的人 对主耶稣基督有更多的认识 连我作为节目主持人 都尚尚得着鼓励 请大家支持《恩允之声》 接着我们又有机会来听一听 王大慧传道 他是在Calgory这个地方 另外一位是恩俊语牧师 两位的嘉宾都是曾经 是我们这一个同路人里面的嘉宾 现在一起听下他们的分享 每个来蒙耶稣基督拯救的人 其实他的经历都是宝贵的 所以我觉得 虽然我的见证未必很特别 但我也很乐意来接受访问 透过这个媒介 声音的媒介 来这样荣耀上帝 当我接受完访问 《恩允之声》问我 有什么感受呢? 很真实的 制作、剪辑之后 到外出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回顾 是来到自己回顾 上帝由我信主 一直带领我走人生道路的回顾 是很宝贵 给我自己很多反省 和懂得来再一次感恩 当有朋友、有弟兄姊妹问我 你那个信主、蒙诏的经历是怎样呢? 然后我就说 你可以在《恩允之声》里听到 因为他们访问过我 有一条录音在上面 就可以很完整的 来听到我的见证 这个工作很有价值 这是我一点感受 多谢大家 声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 驻来的电影姐妹 大家好 我是恩俊宇牧师 是OMF海外基督使团 在加拿大负责移民事工的 也都因为我是负责移民事工的 所以每一次 听着《恩允之声》 在世界各地搜罗回来 有关于中国人移民的故事 我心里面 都有一份很特别的感动 你和我都有经历过移民的人 我们知道移民这个过程 为我们带来多少的冲击 甚至是多少眼泪 多少的伤痛 不过在一个又有一个 充满着辛酸 血泪的见证里面 我们见到信实的神 如何将明明的咒座 转变成为上好的祝福 我盼望大家继续在祷告里面 来支持这个事工 以至到未认识他的人 可以认识他 已经认识他的顶姊妹 和他有更深的关系 求神继续祝福这个事工 多谢大家 支持恩雨之声 请打电话 416-321-9288 或北美免费长途热线 1800-352-0053 也可以上网到 www.sobem.org 我们冲心多谢你的支持 Angie 我们还有很多嘉宾 陆续出场 跟着这位就是 罗国威 还有就是 马忠佩茨 和陈国雄博士 是啊 他们都是曾经 是我们当中的 一位嘉宾和我们分享过 我们又一起来 听听他给我们的鼓励 好啊 我很感动 觉得是恩雨这么多年 其中的制作的播出 是真是很令人感动 除了是制作的严谨之外 它是cover到 是不同的人的生命里面的见证 真是包罗万有 所以内容是很丰盛 亦都很感人 触摸到是不同人 尤其是今时今日的话 高呼这一个传媒 能够去达到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 这一个的功效 和感染 实际上是令人鼓舞 值得支持 很开心 很开心可以在今年 和大家一起庆祝 恩雨之星的35岁生日 而今年 亦都是我对恩雨之星 有很多进一步的认识 我第一次 是在恩雨之星的录音室里面 录了一个节目 叫神的热恋奇妙作为 在五月份的时候 没有亲切播放 而亦都是第一次 去到多伦多 恩雨之星的办公室那里 参观 可以是认识到 他们里面不同的部门 是做不同的工作 每一个部门 都是很横横相扣的 紧密合作 然后才将一些很好的节目 很好的录音 是送到去不同的地方那里 所以 希望恩雨之星 在以后的日子里 他们都可以制作更多 更好的节目 可以发光发热 能到更多人都可以收听 和得益 大家好 我是Dr.Hilton 也是Yes Cafe的founder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今年2022年 恩雨之星的Telephone 在过去那么多年 在全球华人不同的地方 都将福音 分享给不同的人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恩雨之星加油 刚下之后 我想你都知道 我们还有一个分部 在温哥华 温哥华里面 有Grace和Wendy 是很帮我们的 他们在过去 都和我们做很多嘉宾的访问 是的 现在就带大家去温哥华 那就听听一下 Grace师母 Wendy师母 和两位同工 Joey和Natalie 她们的分享 是的 都很开心 Joey和Natalie 都在过去的一两年里 加入在我们当中 今年在恩雨慶祝35周年 亦都是我自己 在恩雨服侍了10周年的时间 在过去的10年 真是见证到恩雨 能够透过电视电台 互联网 在YouTube的节目 入到屋 入到车 又入到我们的手机 以至普罗大众 都能够透过我们的访问 去见证到 真是认识到 这位创造天地的主 道成肉身的神 和内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 我自己能够第一手 在录音室里面 和那些嘉宾来做访问 见证到他们生命的改变 见证到他们 能够有神在他们生命里面 那些奇妙的作为 其实每次在录音室里面 都是再一次去引证 我们神这个福音的大能 真是很想继续 透过这个节目去接触到 更多未认识神的人 能够相信耶稣 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支持 恩语和路人的节目 恩语之声的工作 愿意神的福音 能够遍及万民 多谢大家打电话来 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是恩语温哥华的同工Wendy 今年刚刚庆祝我加入恩语十周年 回望过往的经历 越来越感受到恩语之声 是蒙受很多爱的大家庭 和您分享一两件令我感动的事 记得在疫情的初期 口罩和一些消毒用品都短缺 大家四出扑口罩的时候 有弟兄姐妹打电话来问 你们需要口罩吗 如果知道教会需要口罩 或者其他相关的用品 他们公司可以提供 合规格的防疫物品 而我们真是扮演到乔良的角色 帮助到有需要的肢体 更加有姐妹送上亲手做的 布口罩给同工来使用 这些贴身的关怀 到今天仍然是历历在目 平日我不单只收到来自教会 弟兄姐妹金钱上奉献支持 更加有教会的差存部 关顾部的肢体 打电话或者透过电邮 关心我们的事工 在教会的祈祷会定期的为我们祷告 被纪念是很窩心的 让我体会到恩雨之星能够继续运作 不单有赖你们金钱上奉献支持 更重要是有一群忠心的代讨勇士 不断的为恩雨来祷告 我们经常都说 多祷告 多力量 少讨告 少力量 以至在疫情当中 不能够出外拍摄见证 又不能够入录音室录音 透过不同的方式 仍然能够每星期准时送上 电视电台的节目 所以在恩雨服侍的路上 恩雨并不孤单 多谢有你们的同行 大家好 我是温哥华恩雨之星的同工Natalie 很感恩自己今年能够有机会 加入恩雨之星这个大家庭 在过去接近一年的时间里面 参与了媒体侍奉的工作 每一次坐在录音室 在现场听着每位嘉宾的分享 见证神如何改变到他们的生命 而节目播出之后 又能够祝福到更多不同的生命 感染更多人信主 真是不禁赞叹神的大力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时工 一起把神的福音传扬开去 大家好 我是温哥华恩雨的同工Joey 我很开心可以加入恩雨之星的大家庭 成为当中的一份子 去传福音 去帮助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 在恩雨工作 让我有机会接触微信的朋友 透过接听恩雨生命热线 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电话 可以跟他们聊天 为他们祷告 了解他们的需要 在过去一年 我有机会去到录音室 为恩雨和路人电台节目 协助受访嘉宾去录音 他们当中所经历的大大的感动我 亦给我有很大的鼓励 我深信他们的见证 会成为别人的祝福 恩雨的事工是多元化 拍摄真人真事的生命见证 恩雨网页上也有很多的资讯 可以随时下载与亲朋去分享 恩雨事工的发展 需要你们的代徒 或经济上的支持 希望更多人能透过恩雨 去认识耶稣基督 支持恩雨之声 请打电话 416-321-9288 或1-800-352-0053 和我们联络 在今年的里面 有一位嘉宾 袁宗少梅 都说了一段很艰难的人生路 她走过 是因为她的儿子 四十多岁 突然间离开这个世界 然后没多久 她的丈夫 又真的有中风的情况 但是又很感谢主 有一位是很关心她们的传道 和她一起走的 是的 这个传道就是 呂与晋传道 在袁宗少梅Roof 她在一段这么艰辛的路里面 呂传道是陪着她走这条路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得到 人生里面 原来有艰难的时候 有人愿意 和我们一起走这条路 是轻散很多 那么我们也都真的 这个也都好像成为 我们《恩与同路人》这个节目 里面所说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我们是和大家一起去走 不如先听一听 两位的嘉宾 他们和我们分享 一些鼓励的讯息 就透过他们的分享 都成为他们自己的帮助 也都成为人的祝福 好啊 我们一起听 大家好 我是袁宗少梅Roof 感恩有机会在之前 透过《恩与之声》 分享我的见证 见证 见证播出后 收到很多的回响 很多的祝福 和问候 主内弟兄姐妹 听到后 觉得很有鼓励 最感恩的是 很多未信的亲友都听到 而 我有一位唐弟弟 听到之后 他信主 和接受洗礼 归向耶稣 这个见证成为 我继续传福音的好材料 但愿神继续祝福恩与之声 这个这么好的福音平台 大家好 我是屡于晋传道 很感恩 当Roof 这个见证出外之后 无论是透过《恩与之声》 或者是透过不同的途径 都收到很多的查询 今次的查询是很特别的 很多有微信的 或者有弟兄姐妹 真的打电话来说 女传道 你们教会在哪儿 我们都很想带一些的朋友 特别是微信的朋友 去我们教会里面 他很感受到 在见证里面 即是教会 怎样跟一个受伤的灵魂 一起同行 其实我想我们教会 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身为传道人 亦都只是 真是与哀伤的人 同哀伤 与喜乐的人 同喜乐 而今次上帝给我有机会 可以跟Roof去同行 其实我在他身上 反而是看到更多更多 神的带领 神的恩典 以及看到他如何在患难里面 能够捉住神之后 神如何去带领他 祝福他 所以 希望我们每一位信徒 每一位传道人 每一位目者 我们都是愿意 是跟哀伤的人 同行 去给到他们的爱 和一份支持 不如我们一起听一下 袁中少梅 她走这条路 跟我们做这个访问的时候 她的经历是怎样 而呂传到 在当中又如何去帮她 这个片段呢 好啊 在8个月前 7月22日的晚上 我接了个电话 就说 我的儿子Billy 在家里暈倒 救护人员在楼上 就在急救我的儿子 死了半个小时 他们就说 我儿子都已经 是离开这个世上了 我儿子45岁 发生事的前两天 我见到她 她就问了我一句话 她说 妈妈 你打了针吗 我打了针 她说很累 那就是很正常的反应 那就是没有其他的 我学到就是信服 我学到一切都是 要发生的事 是有她的旨意在里面 我不知道 我不明白 但是我没有埋怨 我记得圣经路加福音第八章 五十二节 说到 耶稣说 不要哭 他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我就用这句话 和我先生和我媳妇 说第一句话 医院就说了她死亡的原因 就是老中风 老出血 我简单说我自己 其实我十七岁 已经在香港 很奇妙 我是在沙滩那里受侵的 但是我不是一个好的信徒 其实那时候是很肤浅的 跟着呢 就离开了神的 到我移民了 是我的儿子 带我回去 这儿的华人教会 很奇妙 是神使得我儿子 带我到神的身边 我记得我还在教会 跟另一个年轻人 在一个Zoom 在一个议会的时候 突然间就收到 阿Wolf 的电话 最后就知道 真是必利花天家 而太太都说 我们一定要成为 她一个很重要的支援 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做的 就是成为她一个同行者 而这个同行就是陪伴 而在整件事里面 我真的看到上帝在这里 有很多人 儿子离开之后 百多日 我先生呢 就是中风 是进去 立刻要去照CD scan的时候 真是我心很平静 我又想起《马可福音》 第五章三十六字 耶稣对会堂主管说 不要怕 只要相信 我就坐在外面等 照报告 到第二天 又测试她的视力 手脚活动 那些事情 她又开始复原一些 有进展 很感恩 但到第三天 更加再测试她的智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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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医生 都在陪伴我们 她自己都点头 后来 复诊的时候 她的家庭医生 也说了句话 我们在房间等她 她推开房门进来的时候 她就说 你呀 快点去还神 你这么快出院 可以出院 这样跟她说 所以我先生 在脑海中 她现在就知道 是 世界上是一个神 我所相信的神 我儿子所相信的神 阿鲁佛很平静 刚才我说 当我和她同行的时候 我都被祝福 被鼓励者 信仰真实到 就是原来 你面对这么大的困难 你愿意祝上帝 是得到安慰的 恩与之声 需要你的支持 你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请打电话 4163219288 或1800352 0053 亦都可以上网 3w.sobem.org 和我们联络 刚才我们介绍了 温哥华的童工 现在都到时间 我们都介绍一下 多伦多我们有的童工 我们多伦多的童工 都有十几二十位 全职和兼职的都会有这么多 今天很多谢他们 和我们分享一些 她在恩与参与的那种的心声 为大家介绍第一位童工 就是我们的会计部的童工 阿威王泳仪 是 我们一起听一下她 真是透过在恩与服侍这么多年 她自己一种的感受 我在恩与大概侍奉了二十年左右 我没有认真去计计 但是 为什么会在恩与这么多年呢 其实中间可能 都会有些弟兄姊妹叫我 不如去她的公司做 因为我家庭的需要 但是我觉得 都不是这么大的 我相信每一个恩与童工 都是被神呼召来恩与侍奉的 就是我们是接受了神的命令 在这里工作 我觉得恩与侍奉 都是神给我的恩典 都是给我的祝福来的 其实有什么值得我留在恩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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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觉得普通一间公司 我只是觉得普通一间公司 未必可以全部员工都会有同一个方向 全部员工都会有同一个方向 福音机构呢 我觉得是很明显的 我觉得是很明显的 那个方向一定是福音工作的 这个方向一定是福音工作的 这个给我在事奉当中的我 就是觉得很舒服 还有我在同工之间 其实是学到很多东西 在帮助我的熟灵生命去成长 还有另外就是 我觉得是有一份爱 有一份情在当中 因为我记得以前 可能都十几年前 恩与还有商与刊记的时候 我们有一帮很忠心的长者义工 他们都一大班人来帮忙 当中有些长者 可能会做做些事 走来找我 叫我帮他们安排 每个月奉献给恩与 他们都想支持一下 不过就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要记得好之后 才可以过数 原来原因就是 因为他们都需要等 收到政府给他们的老人金 入了银行户口 才可以过数 我很感动 在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近这十年来 就开始多了人打电话来 用信用卡奉献 我有时都会和他们 顺便聊一两句 发觉他们原来做奉献是很喜乐的 很感恩的 早几年 或者我们今年也是 因为外面的社会经济都很差 有时都会遇到 间中一两个 帝兄姊妹打电话来 就说他们都有些困难 可能奉献这次我也不可以继续了 但是他们仍然觉得很不好意思 不是轻易去打电话来说 我要提到我的每月奉献 我很感动 我觉得以前的一班长者义工 或者是这些支持恩与的帝兄姊妹 他们对恩与那份爱 对恩与那份爱 对恩与那份情 其实都真的成为我 在恩与侍奉的一个动力 想想这一班 其实他们不是很 完全接触恩与那个事工的 但是他们就是这样 慢慢地在支持 你知道我在财务部 里侍奉 当然离不开金钱的东西 尤其是在最近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想 近来面临财政的情况 接着有一支经文 在我的脑子里面出现 就是 保洛其实是保洛自己的领袖 他有说到 画饱足画饥饿 画有余画缺乏 随事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在这里提醒我自己 其实这支经文在我很多年前 我自己的家庭困难的时候 神都给过这支经文我一个安慰 我也都是这样去经历了 我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都是要去依靠神 在过程里面去学习 背后是有神的工作当中 我记得曾经有个牧师跟我说 他说 我们需要的一切是神次的 我们能够施语 都是神供应给我们 以至于我们能够施语 令到我可以把这个淡字交给神 好了 第二位和我们分享的同工 他就是Polly 好 我们一起听Polly的分享 好 大家好 我叫Polly 是Media Communications Manager 我加入了恩宇 都超过20年了 一起和同工彼此去服侍 加入了这么多年 其实首先都想说一说 一个很深深的感受 恩宇真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 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 来自不同教会 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 他们在信仰尚义的追求 真的给了我很多的激励 去拍摄或者录制 很多不同基督徒的生命故事 但是恩宇的家庭里面 其实我看到每个同工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故事 我自己加入了恩宇之后 其实除了认识了一班很好的弟兄姊妹之外 对我自己在灵命的帮助上面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我本身加入机构之前 我都是在商业的世界去打工 在这里和外面的世界工作 真的很不弱弱 也都给我看得到 以往的工作是讲赚钱 要去服侍我们老板 但是来到机构 我们不会是想赚钱 而是想赚人的生命 帮神去挽回更多的生命 这个服侍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义 还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其实全福音都是我们一个大使命 我很珍惜很感恩 能够有机会很快转眼眼 就在这里侍奉了超过了20年 在我的部门来说 我最深刻印象就是 当年2006年 我们怎样可以成为Google的partner 然后Google收购了YouTube 我们顺理成章 也可以在YouTube上面这个平台 是有一个恩与之声的频道 那么多年来我们已经在YouTube上面 摆超过了2000多个电视 电台的见证的制作 不单单在本地海外宣教士 很多都是透过YouTube频道 去可以收听收睇到我们的制作 而且又可以将这些制作 可以传播到给身边信了的朋友 或者未信的朋友 这些机会不是我们争取回来的 是神帮我们去预备的 我们卫生的我们全职在做制作 但是其他在不同范围的弟兄姊妹 可以透过不同的参与 好像刚才那样说 三条YouTube Link 其实都是一个传福音的举动 小小的分享不代表什么 但是真是神感动我们 在恩与之声这个大家庭里面 给自己去认识 亦都可以盼望 和我们未见过的 现在的心音机旁的你 都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伙伴 因为这个我们相信 都是神一个美好的心意 恩与之声需要你的支持 你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请上网 3w.sobem.org 和我们联络 而第三位分享的童工 她就是Janet Janet在我们当中 都做了很多年 听下她在当中的参与 和透过她的服侍 她自己的体会 好 我是Janet 很感恩 我在恩与侍奉已经17年了 我的岗位是营运部的行政助理 能够加入恩与侍奉 实在是神给我很大很大的恩典 在香港的时候 我的工作是一个幼儿老师 之后我就跟了丈夫来到多伦多 感谢神 原来在移民之前 她已经装备我 让我可以去侍奉她 最后她带领我加入了恩与这个大家庭 给了我一个爱的家 记得最初在工作的过程里 我有机会接听到一些尋求关顾的电话 听到那些电话 其实都不知怎样对答 于是我就报读了 生命关顾训练课程 神再次带领我 去到一个没有想过 会侍奉的关顾事工里 其中一个最深刻的个案 是一个小男孩 她的至亲都相计因病离世 她亦都有很多病 其中最严重的是心流病 她就因为看了恩与的节目 想有人为她祈祷 所以就打来恩与之星 我很感恩我可以有机会和她谈谈 由我都不知怎样和她去对答 到她记得我的名字 我很感恩我可以和她一起的同行 为她守望 直至到她回到天家里面 虽然她年纪少少 但她却是很坚强地面对她的重病 带来的痛苦 又迫切地为她未信的家人祈祷 她那份对上帝单纯的信心 她的生命反而成为了我的激励 在关顾服侍的过程中 我深深感受到同行者的宝贵 学习聆听她的心声 和她们分享主的说话 一起祈祷 让这些无助的朋友 她不觉得孤单 有人和她同行 有力量的继续前行 我深深感受到 不是自己做了些什么 而是真是圣灵的工作 感谢神给我在当中有成长 当朋友打电话来表达她的极度低沉的时候 但听完电话之后 她说她舒服了很多 这些都是我在恩雨侍奉的动力 更重要的恩雨是一个团队 不单是同工 还有很多的义工 恩雨的支持者 各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 为主献上最好 希望你们都可以回应支持恩雨事工 和我们一起去同行 圆一切荣耀 好 鬼秘神 支持恩雨之星 请打电话 416-321-9288 或1-800-352-0053 和我们联络 来到这个节目尾声的时候 我很记得在今年里面 有一位嘉宾曾经都和我们分享过 一节的经文很有意思 他就是讲到这个诗篇第145篇 第四节那里这么说 他说这代要对那代重赞你的作为 也要传扬你的大能 我觉得这个都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 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些见证都是不断的呢? 原来我们是在当中去体会 神自己的作为 我们要重赞神的奇妙作为 我看到就说这一代要对那代 就是说你好像一个的承传 就是我们要将神的作为 他的大能、他的奇妙 如何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去听、去知道 自己都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从他人的经历 来到真是很丰富了 我对神的作为的一个体验 二十多年的这个工作 我也很奇妙地觉得 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厌倦 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 不过可以从不同的人的身上 看到神的作为是真的很特别 我深深感受 人生的满足和盼望 他们能够说出是在神他自己那里 这个盼望不是在人自己的努力里面可以达到的 而是经历得到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他是用爱来先接纳我们 在信与耶稣這的人生的历程里面 是极的枫环 以及充满着一个很大的盼望 有时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挫折 一些失败 一些突如其来的伤痛 但如果我们真的依靠我们的神 祂默默会和我们去开脑 就像这里所说 我们要学习去重赞神的作为 传扬祂的大能 这就是祂在每一个人身上 或者在我身上的工作 其实人生的成长一定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神应许在这个过程里面 祂与我们同在 祂与我们一起走 甚至我们走不过的时候 祂是真的背着我们走过这段路 我们真的要去知道 靠自己是做不到些什么 好了 我都很希望听众朋友 你如果未认识耶稣 希望你都能够体会这个神的真实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只要愿意敲门 祂一定会开脑 你愿意去见得到祂的作为 祂是会给你看得到的 是的 其实神在你的心门外 是等着你去开脑 让祂进入你的里面 跟你一起的 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吉祝眉牧师为我们 《恩与同路人》这个节目 作了一首新的主题歌 叫做《恩与同行》 我们一起来收听 愿神来到慈福给大家 多谢你的收听 拜拜 拜拜 《恩与同行》 同意志 传递爱 直至千万年 人活在世上 总有天看见 满夜燦烂 凡星星 越主同行 关切人群 成就各够大能斥 福亦万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